这边带大家看一个翡翠三纸白剑 这是一个绘卡青蛙皮的 重量十几公斤 我一个老客户怼的 我的助理在这边帮他开了一个窗 底帐还算干净 大家看一下它这个是属于那种菱形的 所以说我给他配了一个黑檀木的底座 这一边是一个被扁的文人关联 坐在这个石凳上 老松树底下对着他心爱的梨 在可能读书或者读诗吧 这个意境就是说 为什么是梨而不是马呢 因为以前的中国文人末课 第一大多比较穷 梨性情温顺 价钱便宜 而且吃的是这种粗粮 所以说以前的文人是喜欢这种梨而不是马 大家再看一下这整个的意境 是不是跟那一句诗叫 官家旺规孙不悟 千离大圣扬州贺 这个意境是不是挺切合的